蓝玉是安徽定远人 他是长玉春的内地 长玉春为人高傲 却对他的这个亲戚非常推崇 几次在朱元璋面前推荐 但朱元璋并没有轻信长玉春的话 直到蓝玉跟随徐达参加了洪武五年的远征 表现出众才给予他重任 说是重任其实也不算 蓝玉的运气不好 在他的那个时代名将太多 他无论从资历和能力上都还差一截 只能乖乖的给那些前辈们打下手 洪武二十年 朱元璋又一次下令远征 当时能够参加远征沙漠的军事行动 对每一个将领来说都是一种光荣 而蓝玉在历次出征行动中 只是担任了几次配角 偏偏配角还是当的并不顺利 洪武五年的那次演出还是被王宝宝追着跑回来的 这对于一个军人而言实在是不光彩的 蓝玉永远也忘不了洪武五年的那次战争 王宝宝的军队突然出现 将自己打的是措手不及 他连王宝宝长得什么样都没有看清楚 就被击溃 虽然这次失利并不是他的责任 但他明白 要争取自己的光荣 最好的方法就是再次与王宝宝交锋 彻底的击败他 然后站在他的面前 骄傲的对他说 我是蓝玉 曾经被你击败的蓝玉 现在你是我的俘虏 自从那以后 蓝玉是熟读兵书 苦苦思索用兵之道 不断的总结经验 朝思暮想的就是与王宝宝再战一场 然而他的愿望落空了 洪武八年 王宝宝死在了漠北 蓝玉一度失去了目标 但他很快又找到了新的方向 彻底消灭北援朝廷 虽然他有雄心壮志 屡次请命要求指挥出征沙漠的战役 但还有几个老资格在那里撑着 哪轮得到他呀 他先后跟随着傅友德出征云南大礼 立下了赫赫战功 并被封为永昌侯 虽然众人已经承认了他的军事才能 但在他们的眼中 蓝玉始终是蓝玉 他不可能超越徐达常玉春 李文忠这些名将 蓝玉明白 要获得大家的承认 只有做他的前辈徐达常玉春 没有做到的事情 那就是消灭北援 所以洪武二十年 1387年的这次远征 无疑给蓝玉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 朱元璋同意了蓝玉的请求 给了他又副将军的位置 你听到又副将军的名字就知道 蓝玉这回又是副手 但他实在没有任何理由 去争取更高的位置 因为主帅是冯胜 蓝玉心有不甘的 却又百般无奈的出发了 他知道现在还轮不到他 不过机会这样东西 总是无处不在的 蓝玉多年的努力 将在这次远征中开花结果 虽然是以一种 谁也想不到的方式 这次远征的目标 是占据松花江以北广大地区的元太尉 纳哈初 纳哈初也是一位优秀的将领 在王宝宝死后 他拥兵二十万 占据辽东的大片地区 严重威胁着明朝的边界 与以往一样 重大的军事行动 由朱元璋亲自部署 他根据地形 对冯胜做出了如下指示 你们的部队 首先进驻通州 千万不要急于行动 先派人打探援军的消息 如果在庆州发现了对方的行踪 就立即展开攻击 但万不可大军全动 而应先派骑兵对其发动 突然袭击 只有在前锋部队攻克庆州之后 大军才能开始进攻 战则必胜 朱元璋停了一下 加重语气说道 在占据庆州之前 你们万不可动兵 动则必败 朱元璋的这番话 好似算卦 仗还没有打 他就已经预测到了战争进行的全部过程 即使是冯胜蓝玉这样的优秀将领 也不大敢相信朱元璋的这些话 在明朝的很多次军事决策中 朱元璋都是少数派 但真理往往就站在他那边 这次也不例外 而且就在这次远征的同时 朱元璋暗地里还布置了一个计划 事后证明 这个计划的成功实施 彻底的瓦解了纳哈出的二十万大军 朱元璋真奇人也 洪武二十年正月初二 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为征卢大将军 颖国公傅友德 永昌侯蓝玉为左右副将军 率二十万人向辽东进发 二月初三 冯胜率兵抵达通州 他听从了朱元璋的安排 并未急于出兵 而是派人打探庆州的消息 让他惊讶的是 纳哈出果然在庆州安排了重兵把守 下一步就不用犹豫了 冯胜派遣骑兵先锋奔袭庆州 这个先锋的位置自然被蓝玉抢了去 蓝玉终于等到了机会 他看着自己精心挑选的那些骑兵 虽然人数并不多 虽然此行也许很危险 他的心中却充满了兴奋 此时天降大雪 万物被白雪覆盖 天地一片苍茫 山川大地 似乎已经没有了界限 大军就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发 向那不可知的前方挺进 蓝玉对他的士兵们说道 我们马上就要出征了 此次攻击 物求必胜 各位要奋力杀敌 唐朝时的名将李肃 冒雪下蔡州 一举荡平翻阵 立下不朽工业 今天又降大雪 岂非天意 望各位以申许国至死不弃 建立功勋 名流轻使 说吧 他翻身上马 向庆州出发 这支军队就在白茫茫的风雪中开始了行军 严寒之下 万物似乎都没有了生机 一片寂静中 只能听见急促的马蹄声 急驰而来又飘然而去 马蹄印很快就被大雪覆盖 仿佛从来没有人经过 蓝玉跟随长玉春多年 明虽亲属 实为师徒 深得其兵法之精髓 他的作战风格 也与长玉春相似 向来已突击奔袭震慑敌弹 往往敌人还未反应过来 就已被击溃 长玉春 全下有知 自己有此传人 也当含笑啊 蓝玉连夜奔袭 不做任何停顿 赶到庆州时 敌人毫无准备 城门大开 他们正在埋锅做饭 看见这些身上白雪覆盖 混死幽灵的人 手持马刀向他们冲来 吓得是目瞪口呆 蓝玉 没费什么力气 就全歼敌军 杀死北原平章过来 占据庆州 并抓获了大批俘虏 他并没有洋洋得意 因为他知道 下一步的行动 才是最重要的 冯盛在通州 得到了蓝玉的捷报 三月初一 他亲率大军 出松平关 驻兵大宁 也就是现今的内蒙古 宁城 冯盛用兵 十分谨慎 绝不轻易动兵 在探明敌情后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五月二十一日 冯盛留兵五万人 驻守大宁 率大军士直到辽和 获得小胜 打开了通往辽东的通道 那哈初就在眼前 就在冯盛与蓝玉会师 准备与那哈初决战之时 一个意外的消息 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不过这是个好消息 孙子兵法说 故百战百胜 非善之善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朱元璋在派出冯盛远征的同时 还召见了一个人 并派给他一个使命 这个人名叫奶辣武 是那哈初原来的部下 他得到的使命是劝降那哈初 朱元璋在军事上 从来都不是一个蛮干的人 他很清楚 要打败北援很容易 要彻底消灭北援的威胁很难 于是他在军事征讨的同时 用了另一种武器来打击北援朝廷 这种武器比任何刀枪剑戟 或是火枪大炮都厉害 他的名字叫钱 朱元璋客观地分析了形势 他认识到 单靠武力是很难消灭北援的 应该采用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 与北援多次交锋后 朱元璋才找到了这个方法 北援是游牧民族组成的政权 经济实力是无法和明朝相比的 他们所凭借的 不过是英勇善战的传统而已 既然如此 就一己之长功比之短 北援的士兵善战 朱元璋就用大量的金钱 引诱蒙古人内签 并分给蒙古贵族土地 这一招十分有效 毕竟谁愿意天天在沙漠里头吃沙子呢 还是中原好啊 好吃好喝 还有喜悦 卡拉OK等娱乐节目 这一招 釜底抽薪十分厉害 许多蒙古人都迁居到中原 北援的人丁逐渐稀少起来 与此同时 朱元璋还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 他平等的对待所有民族 不搞民族歧视 早在徐达攻打大都时 他就严令徐达进城后 不可屠杀蒙古人 对元朝的王公贵族 也没有采取清洗政策 还派人守卫宫殿 严禁杀戮 徐达攻克大都当天 城中居民生活如常 照常开店营业 在他的这种开明政策下 有很多蒙古人在明朝政府中担任官职 我前面说到的道同就是蒙古族 这一政策也成为朱元璋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就在冯胜准备进攻纳哈出前 乃辣武也到达了松华河 并劝纳哈出投降 纳哈出被说动 但又觉得自己带这么多人就此投降 似乎太没有面子 他多次犹豫 说了投降又反悔 来回几次 冯胜和蓝玉都觉得此人实在是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家伙 他们给纳哈出下达了最后通牒 并且把兵营扎在了纳哈出的门口 纳哈出 估计了一下自己的实力 他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 要打 只有死路一条 纳哈出 甩二十万军队投降明军 投降 总是要有一个仪式的 毕竟纳哈出是带了二十万人投降的 很有点资本 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 蓝玉准备请他吃顿饭 按说吃饭是好事 九足饭饱后就在饭桌上把投降合同签了 岂不美哉 可这顿饭竟吃出了意外 纳哈出带了几百人去参加投降仪式 蓝玉热情接待了他 亲自把他迎进营房 设宴款待 蓝玉也很注意给对方面子 尽量不提投降这样的字眼 双方会面的气氛很融洽 就在一切都顺利进行的时候 蓝玉的一个举动 彻底打破了这种和谐的气氛 纳哈出向蓝玉敬酒 蓝玉见他的衣服破旧 便脱下了自己身上的外衣 要纳哈出穿上 应该说这是一个友好的举动 但纳哈出拒绝了 为什么呢 这就是蓝玉的疏忽了 他没有想到 自己和纳哈出并不是同一民族 双方衣着习惯是不同的 虽然他是好意 但在纳哈出看来 这似乎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种 抢求和恩赐 蓝玉以为对方客气 便反复要求纳哈出穿上 并表示纳哈出不穿 他就不喝酒 而纳哈出则顺水推舟的表示 蓝玉不喝 他就不穿这件衣服 双方都是武将 不会文人那一套 脾气都很硬 谁也不肯让步 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 就变成了 到底是鸡生蛋 还是蛋生鸡的逻辑难题 蓝玉说 你不穿 我就不喝 纳哈出说 你不喝 我就不穿 这样争来争去 大家慢慢的就有了火气了 纳哈出性格直爽 首先翻脸 他把净蓝玉的酒泼在了地上 态度是相当的横 但纳哈出想不到的是 还有比他更横的 这个更横的人并不是蓝玉 此人也在我们的故事中出现过 但由于他本人能力有限 一直没有露面的机会 他就是长玉春的儿子 长茂 长茂 继承了长玉春的爵位和脾气 却没有继承他的军事天分 一直以来都跟着蓝玉到处跑 此时见到蓝玉没了面子 怒发冲官 二话不说 抽出刀就向纳哈出砍去 就像今天酒酌上一言不合 抄起酒瓶子干架一样 纳哈出身经百战 反应很快 躲过了要害部位 但还是被砍中了肩膀 情况是急转直下 营外的双方士兵都听到了动静 围上来准备动手打群架 如果任由发展下去 纳哈出是活不了了 但他的二十万人也不会再投降了 在这关键时刻 都督耿忠保持了冷静 他连忙招呼身边军士 把纳哈出扶着去见主帅冯胜 冯胜是一个脾气温和 处事谨慎的人 他一见纳哈出狼狈不堪 身上还带着伤 嘴里不停的喊着 他听不动的蒙古话 便大致明白出了什么事 马上豪语安慰纳哈出 这才将纳哈出的情绪稳定了下来 此时纳哈出的部下也得到了消息 以为纳哈出被杀掉了 纷纷表示要报仇血恨 冯胜立刻派纳哈出手下降将关童 去说明情况 才最终顺利招呼 这个事件可以看出 蓝玉的性格缺陷 那就是处事考虑不周 性格过于强横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 对方敬你酒 你喝了就是了 给了对方面子 事情也能圆满完成 这一点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 红武二十年 1387年的这次远征 就这样圆满结束了 纳哈出被迫投降 明军俘虏北援二十余万人 缴获资重无数 最终肃清了北援朝在辽东的势力 让人想不到的是啊 主帅冯胜在回师后被朱元璋定罪抓了起来 蓝玉就以这样一种滑稽的方式 得到了他梦想十余年的主帅位置 他无数次想象过自己得到主帅位置时的荣耀 却也料不到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当然他更想不到的是 自己将来的下场比冯胜还要惨 当然这是后话 至少现在蓝玉实现了他的梦想 他将在这个位置上获得更大的光荣 这个机会很快就到了 自治政二十七年 一三六七年 朱元璋与元朝全面开战以来 双方你我往来争斗不休 朱元璋虽然把元朝统治者赶出中原地区 但来自蒙古草原的威胁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为了解决这个老对手 朱元璋是什么手段都用了 虽有成效 但从未跟出这个顽强的敌人 他不能再这么无限期的等下去了 北元朝廷一定要在他的手中被消灭 只有这样他才能放心的离开这个世界 离开他亲自创立的帝国 洪武二十年的远征消灭了北元在辽东的势力 解除了朱元璋的后顾之忧 他那敏锐的军事直觉告诉他 最后决战的时刻就要来到了 朱元璋已经等了二十年 二十年中多少士兵跨上战马踏上征途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边塞上 在沙漠里处处都有战死士兵的尸体 无数的家庭失去了父亲 丈夫 儿子 为了解除北元的威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不能再等了 比其功于一亿吧 历史 往往是出人意料的 消灭北元的使命被授予了以前从未担任过主帅的蓝玉 当蓝玉从朱元璋手中接过帅印的时候 他感受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 自己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 上天给他的比他要求的还要多呀 我终于可以开创自己的伪业了 我将和那些传说中的名将一样 名流青史为万人敬仰啊 谢谢大家